再深入探讨Conditional Probability 这是Basic Definition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将P转为Q Probability of E 我再加一个条件 我不要F 我要G OK 再加一个条件 这个是G 之后 这个Event 会发生 可能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呢 QE 是等于 这样 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 是吧 是吧 好了 好了 那我们 照亮下去了 看看这个 QEG 是什么呢 等于 QEG 是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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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QE 这是QG 这是QG 这是QEG 这是QEG p ifF 这是QEG 如果大家是QEG 这些是QE是QEG 这是QEG 就是QEG 那些QEG 亦是QEG f 才有g q g 两个合起来 是吧? 有 e 又 g 不过是 if f 明了这个图就很容易 这个转为g 这个就是g 是吧? 这两个等于什么呢? 再除 pf 这个呢? p g f 再除 pf 这个我取消了 是否等于p e g f 哈哈 听到有人说 对吗? 挺聪明的 是的 就等于p e g f 是否等于p e g f 是等于p e g f 再加一旦 这个是p g f 再加一旦 按照转 那里你可以 Expo 如果再会加一个调节 这个准 things 再加iger 那很多双 це 亦想足這麼危险 它的调节 可以复裂 这些调节 可以复裂 商务 不用每次证明 P AB 等于P 原本是B 我加上C P 原本是B 我加上C 这边要抄 P A C P P 背上去 原本是这样的 这个在下面加 这个在后面加 这个在前面加 这个照叉 就是我们加了一个条件 这个有时都会用到 你记得背熟 这个要